豹都可以當寵物養 望真點 這一款充滿野性的豹紋下 原來是一隻貓 俗稱豹貓的孟格拉貓 外表雖然像豹 但沒有嚇到人 近年還越來越受貓勞歡迎 我養了一隻豹貓 牠叫波子 今年一歲 說就說是豹貓 但其實跟豹一點關係都沒有 牠們的祖先是位於 印度孟格拉灣一帶的 亞洲野生豹民貓 1963年左右 有一個配種的外國人 牠們將這一種野貓帶回去 跟本地貓做繁殖交配 最後出了孟格拉豹貓的品種出來 牠的性格比其他貓活躍一些 好用一些 還有會有一點神經質 牠經常會惹惹 然後會很hyper 但有時牠又可以很乖 靜靜地躲在鬥裡睡覺 又踩一下那些小箍子 其實牠的性格比較難捉摸 第一次養貓的Cherry說 初初都有點擔心 牠太好動會周圍搗亂 但後來才發現 擔心只是多餘 我家裡有貓的爪板 牠很乖 牠只會攻擊貓爪板 我的梳化是完好無缺無事 柯子已經是第五代了 越少代數的第一、第二代 一定要領牌 因為第一和第二代的壽性實在太強 而且一定會攻擊人類 根據香港法例 主人需要證明家貓 和原始野生豹貓 至少雙隔五代 甚麼叫做雙隔五代 簡單來說 即是你和你、阿爺、基阿爺 如果想養 就要養初代豹貓 和其他家貓生出來的 增增酸 甚至是增增增酸 因為牠們在野外要捏薩 去找食物 牠們需要爪很利 牠們本身對外界的環境很敏銳 牠們時時刻刻都需要 在一個攻擊狀態中捏薩動物 當牠們配了種之後 牠們的盛情就溫馴了 牠們出了的Ancestor 大部份來說 配得越多代數 牠們原始野性就越來越低 蠻加拉貓訓練相當重要 四個月大是黃金時間 盡量過一段時間 你已經要多點去摸牠 多點去動牠的手手腳腳 令牠癡人、聽指令 這些都是我們人的學前教育 你過了我們所說的 Social period 這個時間的話 牠好像一人的小朋友 牠腦想生壞了 牠就不會那麼容易聽你的話 靠訓練之餘 獸醫還說牠們一定要每天放電 牠們有著這個原始的基因 牠們的體格是很發達 肌肉很健碩 牠需要大量的運動 帶牠們出街 只要牠去開一些環境 不會令牠很容易受壓 不會無緣無故有很多人 觸動牠 一般情況下 戶外環境對牠是好 你沒有那麼困難的空間 牠不能走動 不能走動 根本消耗不了牠們的精力 除了運動 主人也要留意牠們的貓爪 牠們的爪長和尖 還有牠們的身體體格很灰晤 牠們一出手的時候 牠們的肌肉的力度也很大 很容易造成一個比較大的傷害 定期育愛戰之間 至於健康方面 牠們就沒有什麼遺傳病 但是腸胃可能會差一點 牠腸胃差的時候 會有些便便不漂亮 會有可能會出血 儘量給牠們一些腸胃糧吃 然後也是煮一些雞肉 總括來說 帕媽也算是挺適合身手治養 小病、披毛易疏離 只是飲食和指甲需要多點注意 還有就要多點活動空間